全台湾云层量多 到宜蘭還有北海岸 现在有雨 而到了花莲以南 是多云的天气 而在整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 早上有雨 现在的雨的部分 局部地区都已经停下来了 而到南部地区 甚至云凤中阳光开始露脸 说到雨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整个降雨状况 这半天下来的雨的部分 最主要就在中部以北 高山的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部分 有局部降雪的状况 因为水气量够 再加上温度在天亮之前够低 不过白天的温度 是在零度以上 所以山区部分 现在目前即使有云层在通过 都是属于起大雾的状况 而雨的部分 仍然是在以这个苗栗地区 到新竹 还有北台湾部分的江雨状况 时而有出现比较多 而这个雨的趋势来说 在明天开始 中部地区的云层量 将会逐渐的减少 明天就剩下北部 跟东半部地区容易有雨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华南的水气 在今天早上一波水气段的通过 另外的水气发展 目前在大陆的华南地区 但这波水气在通过之后 明天的雨的部分会减少 到了后天 南边这边的封面带 会逐渐地再往北台深 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而我们台湾上空 会随着到礼拜四 从北到南云层少 天气转秦 只剩东部有点短暂雨 接着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另外一道封面 又要再度接近 江雨状况 由北到南再度增多 这个周休假期 是北部有雨 东部有雨 中南部的天气好转 那到下个礼拜就要特别注意了 西伯利亚的冷高压 预估到了下周一开始 会带进来比较强而冷的空气 目前看来冷度大约 会是在冷气团 接近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程度 那当然温度再低一些 那就有机会接近寒流 不过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 来看一下温度了 先注意到 明天的雨的部分 比今天少一些 中部地区要天气晴 南部地区也天气转晴 东半部云亮多有雨 外岛地区夜晚冷 提醒您早晚有误 行车注意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